Fly all away It's the first time of today Today 大家好,我是全球防衛雜誌的自尊編輯宋宇寧 我們8月號的雜誌出來了 這一期的封面是美軍的M169自走炮 因為我們國軍也要跟美國採購相關的裝備 所以我們採用這個封面 在觀察戰的部分 這個內容我們介紹了中共的殲-7戰機 進入我們的防空識別區騷擾 認知作戰最近是很紅的話題 我們的文章也會探討一下 還有像這個美軍是不是真的可能住房在台灣 那我們伴鎖部隊的相關探討 另外美國同意賣給菲律賓F-16C-D戰機 這個案子真的能夠成行嗎? 那也是值得觀察 還有就是法國航太軍第一次派標封戰機 從法國直接飛到太平洋地區 執行相關的武力投射任務 那這也是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文章部分來講的話 美國陸戰隊它的兵力結構的一個轉型 它要裁掉戰車部隊 那這是非常大的改變 值得大家關注 因為我們要採購M169A6自走炮 那所以未來可能會引進向這個 先進的炮兵戰術資訊系統 這有相關 陸軍炮兵會怎麼樣的發展 也值得關注 這是Flag它的專欄幫我們深入的分析 前陣子媒體有談到說 美國有安全部隊協助旅來台灣協訓國軍 那這個究竟省民一個單位 那我們就有文章相關的介紹 新冠費的印下 希臘舉行的希臘車夫演習 換下兩天戰機在新竹基地的跑道已經修好之後 他們又重新回防到新竹基地 王志鵬這一期幫我們介紹了一下解放軍 海軍它的一個潛艦的發展 跟未來的一個展望 曾經已經超過100年的波蘭海軍 那我們會看看它的現代化的一個計畫 是規劃怎麼樣子 還有其他的文章 像包括有這個陸軍實軍團的58炮子庫 那它一個今年是成軍45週年 那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直升機就是MD530F 這個輕型的攻擊直升機 那是由阿富汗空軍它來使用 那它的一些相關的介紹 我們也會提到 美國空軍它舉辦了這個北方邊緣演習 背後代表的意涵是什麼 還有我們的延續的報導呢 就是美國海狼級 潛艦它的一個發展的概況 以及中國它開始要建造天空一號 太空站的相關的一個內容 那最後是在這個新武器的部分呢 我們分別介紹 海南空軍接收了第一架的CH-47F直升機 那還有以色列有發展一個新的海洋破壞者飛彈 以及我們陀江級艦的後續艦塔江號 那它已經開始進行測試 現在預計來講在7月份的話就接收 然後由這個在8月份的話正式成軍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我們這一期安排的內容 那有機會能夠去找在這來詳細的閱讀 我們8月號的全方出界小教室 也是一個軍事漫畫呢 那這一次介紹的是海軍的反潛直升機的主頁 也就是S-X-CM S-X-CM反潛直升機是我跟美國採購的 那在1991年的時候採購了第一批10架 那這個是所謂的S-X-CM-1型 因為有一架直升機失事 所以我們後來又採購了第二批S-X-C2 那總共有11架 那其中一架就是補充第一批 共採購了21架的反潛直升機 那S-X-CM-2這個反潛直升機 那是我們現在主要可以用來搭配像基隆級驅逐艦 像這個成功級、康定級、巡防艦 那作為它艦上的一個反潛直升機的主力 也就是它可以進駐到它上面的直升機庫 那這樣一個反潛直升機呢 其實是參考美國SH-60系列直升機去改良的 那它的裝備部分 那包括有裝了像機手下方的有這個收手雷達 那另外機庫它裝了一個吊放式的沈浸聲納 也有聲納浮標的一個投放器 那可以從機庫投放聲納浮標來偵測 隨便下的潛艦 那至於說機體兩側的話 那這個掛架呢就可以掛載 最多是兩名的Mk46的反潛魚雷 所以它有徵收的裝備 那它也有直接可以攻擊敵方潛艦的武力 那在我們剛剛提到S-X-CM-2反潛直升機 不但是說能夠在陸地的基地起飛之外 它其實可以進駐到我們的驅逐艦或者巡防艦上 所以在起降作業的時候 當然就要相關的人員去搭配 所以我們艦上的海軍官兵 那它也有相關的地勤人員去支援 那它的服裝呢 就沿用了美國海軍航艦上面的一個方式 就是利用服裝的顏色去區別它的相關的任務 所以我們也有看到在艦上的指揮直升機起降的官兵 也有比如說穿白色的啊 那或者是穿紅色、穿黃色、穿藍色 這方面的衣服跟頭盔 那也就是根據它的工作內容 有這個擔任說油料的或者是緊急的處理 或者是說指揮直升機起降這些 那根據它不同的工作性質 它會穿著不同的衣服 那這是我們這一期的軍事漫畫部分 為大家介紹的一個S軟動系環潛直升機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這一集講述的是全球關聯雜誌 第440時期 也就是8月份 雜誌上的一些觀察戰的內容 那觀察戰這個燃位的用途 就是收入說上個月發生 國內外的哪些軍事大事 然後我們做一個相關的報導跟證明 那其實在7月1號的時候 其實曝光出一個軍事新聞 它的大意是說 其實中國建政建黨100週年的時候 其實軍事雜誌就是建團支持 一曝光有所謂電腦動畫 那這個電腦動畫 其實它的名稱很簡單 就是所謂攻台三部曲 那這個攻台三部曲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說萬一在兩萬發生戰爭的時候 其實中國方面的軍隊 會採用三個步驟來攻擊台灣 第一個就是所謂 使用大量的彈道飛彈 那第二個呢是曝光 用所謂的巡翼飛彈去攻擊 這些剩餘的軍事目標 那第三個階段呢 才是所謂的登陸作戰 不然就要說 在這個軍事雜誌的曝光的電腦動畫當中 其實他們呈現出攻台三個步驟 彈道飛彈、巡翼飛彈跟登陸作戰 那其實這些所謂的電腦動畫 其實並不是這個平面雜誌所定時不關 那其實早在2020年我們520 台灣總統就職典禮的時候 其實這個平面雜誌也曝光出一個所謂電腦動畫 那那個時候電腦動畫 其實他們的名稱更為手動 它是說24小時解放台灣 所以其實我們還好說 在去年就是2020年曝光這個影片的時候 其實它是用兩個 一般我們軍事遊戲的兵器 來做一個模擬動畫的素材 那這次呢是用全部所謂的電腦動畫 來做公台三部曲的組織 那其實公台三部曲這個電腦動畫的組織 其實它說真的 因為是所謂的電腦動畫 所以全部都是沒有實際的軍事演習的畫面 所以其實電腦動畫這個收聽 或所謂閱讀的方式 其實比較多現在年輕人 一些年輕主角的收視習慣 但是它就缺少真正的演習畫面 所以其實電腦動畫有它的優點 也有它的缺點 優點就是它的科技感跟未來感 但是它的缺點也在於它缺乏所謂的現實面 所以其實這個是我們在看所謂的電腦動畫的時候 必須注意的請教 那我們再來探討說 為什麼會在這個所謂7月1號的曝光 那不要忘記了 其實7月1號是所謂中國大陸的建黨100週年 那其實在有些國家 不管是重要節清日都會有一些產出 不管是建黨建政建軍 甚至國家領導人的誕辰 譬如說像北韓 其實這些重要的節日當中 其實有些軍媒 就是他們軍媒都會曝光說一些 不管是閱兵演習 甚至去攻打假想敵的一些影音動畫傳播影像等等 這個是所謂的媒體的一些他們任務 那我們要上台看 有些國家其實它所有的電子媒體或是文物產出 都是被國家所制約 所以其實不管是民間的軍事雜誌或是說官媒 他們釋出的一些公開影片 其實我們都必須要預言注意 這是第一點 那其實呢 過往我們都把這類所謂的文宣評 不管是他們的央視啊 或是說他們的軍事媒體報道的出來 這個演習畫面等等 這個我們都稱為文公 文是文這樣文 公是公集的中文 那文公呢 下面的結局是母賀 那文公母賀其實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 其實台灣民眾是屬於很小 換句話說呢 中國方面會透過宣傳的文公 跟實際演習的母賀 來達成恫嚇台灣民眾的目的 這個是現在呢 我們稱為所謂的認知作戰 關鍵話說 這個認知作戰呢 其實兩岸呢 早就在進行 那我們常常在 不管是電視畫面中 看到所謂的共軍公開的畫面 然後其實民眾呢 會擔心受罰 那其實不要忘記了 其實台灣方面呢 其實我們也在今年 每年都在做演訓 譬如說 漢光的例行性的演訓 那今年也會新冠肺炎 延後 但是不管怎樣 過往 漢光演習期間 其實台灣軍方也 顧慌說 一大堆所謂的 所謂的新類武器跟演訓畫面 那 透過這些演訓的畫面 來強化 台灣民眾的心防 更搭生全民國防的目的 所以其實 這個所謂的文宣作戰 是兩邊我們都在做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世界各股的軍方 跟軍事媒體我們都在做 那軍事媒體的部分 譬如說 像台灣來講 是說 《軍文社》 或《青年日報》 其實 各大的民間媒體 也都會報導 那其實 不管是透過 媒體的 文權力量 還是說 真正的實際上 軍方的演習 作戰 四處的畫面 其實 這些都算是 文攻 跟武克的演習畫面 其實不管怎麼樣 就是 兩邊國家都在做 那我們只是 比較好奇的是說 其實在重要的解析 其實這些 不管是 平面雜誌 或是說 他們的官媒 居然釋出 這個所謂的 攻台的影片 那其實這個 用意很明顯 那其實企圖也相當的明顯 就是說 我就是要攻打台灣 那 這種影片的釋出來講 基本上來講 就非常的賜多多 那 這種態度 難免會造成 我們的民房時期 一些堅準 因為 如果說 在中國曝光的演習畫面 說 他們打成 比如說 假想文的例子 這個就是 比較隱晦 那其實中國方面 並不會這樣做 那其實 中國呢 早在 2012年駐台的行展中 就有曝光相關的畫面 當時候呢 其實 中國的科研站位 在推展所謂的長城火箭 比如說 衛視系列 其實我們可以在影片當中 看到 其實這個影片 一釋放桌 其實怎麼會一大堆 所謂的長城的 對地 打擊武器 攻擊火箭 攻擊到 所謂的花蓮機場 然後 花蓮機場 所有的F16機群 通通被炸毀 那 這個影片釋出來之後 當然 經過 台灣媒體的宣傳之後 其實 也有會 形成 所謂的文工 所以其實 不管是文工 或是武工 其實對方 只要釋出來 然後 我方面所接受 其實 這個就達成 他們的福利 這個是所謂的 現代化所謂的認知作戰 那 認知作戰呢 其實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行宿主 離牆裹落的態勢 然後換句話說 經過的宣傳 或是文宣品等等 一代的宣傳 或是傳播 灌輸 大家的灌輸 敵局很強 我軍很多 那其實 希望呢 他們是達成 不戰得取人之兵 那我們呢 只是透過 7月1號 公台三部局的影片 提醒 大家注意說 其實 不管是文工 或是文工 其實是 國家的正常 其實我們呢 只要強化心法 跟認知本質的話 其實 就能經過這種文工 五二 那其實 這個是以上的分析 是跟大家做一個講解跟分析 替遊戲 我們來看 製作者 為關卡 記錄